上禮拜主要是讲到有关如何是绘制框线部分 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把资料处理完毕之后 最后要列印的话 那如果没有框线看起来怪怪 所以我们有绘制框线部分 然后绘制就是实现红色 那你可以去修改它颜色 另外也还可以绘制什么呢 绘制就是它的两条线 一条是蓝名的下方这一边双线 然后列明的这个名称这边 右边这一条线化成双线 那这部分的话上有提到 所以这个我想你可以再 其实非常简单 大家画线就一行程 是用range物件 然后里面的话就borders 点color给它一个颜色 给它红色的话就RGB 然后25500就可以了 那表单设计部分的话 就是我们大概分几个阶段 第一个就是把画面做出来 所以基本上的话 第一个就把这个画面做出来 第二个的话的话 在撰写对应的程式 实际上就是把什么 把表单上面这个元件 这个叫testbox1 里面的test 帮我放到哪里呢 放到那个储存格 就是sales里面 然后一个萝卜一个坑 分别把资料放进去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把什么呢 再把资料放进去之后的话 自动帮我把这三个 这三栏是自动产生 所以填的话填这四个 自动产生这三个 然后呢 再把那个表单里面的那个 画面上面 这个储存格里面的 这个文字方块里面的东西清除 油标再放回去 基本上就完成我们第一阶段 就是界面设计跟程式设计 OK两阶段 那再来的话就要考虑到防呆的问 比如它可能没填资料 或者填的资料不正确的话 那你应该要把它挡下来 如果要挡下来的话 当然就要做很多逻辑判断 大概就这样子 所以最后上个礼拜部分的话 这边把上礼拜打开 然后启用一下那 启用的话 我们有做出一个表单 所以表单可以把它启动 启动表单 等于是userform1.show OK你就可以把这个表单给show出来了 OK 我这两个我还没改到 OK好 那再来的话呢就是什么 输入完这四个 自动带出这三个 OK 然后呢并且帮我把资料清空 所以基本上我们就随便填一个 我就照顺序 ABCD Enter 然后成绩打上去 打完之后呢 最后按个Enter 其实理论上 应该是在这边就要直接去执行按钮 不过因为我们那个部分的程式还没写 可不可以做到是可以的 不过也没差啊反正你不就滑鼠按一下 不就是按两下Enter 它一样可以帮我新增 所以这个时候按Enter 好 事例要怎么样 就把这四个资料填到这边来 然后呢自动带出这三个 OK 所以这个大概我们上海里面要讲到 如果有些细节如果假设你忘的话 请各位把那个影片部分重看一下 还有就是程式在云端上也有 然后自动带出这三个 OK 所以怎么把它填过来 这个填到哪里 填到这边来 填的方法就是这个是叫Test Box 1的Test 填过来 所以等号 其实中间加个等号就可以了 这个叫Sales的哪一列呢 第13列 我们可以向下追踪到第12列加1就好了 OK 然后分别把A栏、B栏、C栏、D栏放这四个 那这13个怎么产生呢 其实你可以用公式嘛 复制这边的公式 把这个公式里面的那个列号 改成那个R就可以 因为我们有个变数是R OK 那它就分别帮我把它完成 然后试一下 各位看 那最后按新增 OK 就填过来了 这样的话 理论上 就完成我们要的这个相关的效果 当然可能还有房贷 比如说它里面如果没有填资料 我要把它挡下来 就按新增 请输入姓名 OK 如果姓名输入了 底下没有输的嘛 请输入档案考核 有没有 它会一个一个 而且游标放上 这也是我们上礼拜最后讲到 那这个其实主要就是做逻辑判断 当我按下它的时候 先check一下 这里面有没有东西 如果有 那就是可以过关 如果没有的话呢 它就挡下来 还有呢 里面即便是输入了 但是它输入成绩 不对 不可能120、160 那它怎么样 把它挡下来 有没有 请输入0到100之间的数字 并且把它清空 游标再放上去 这个地方 其实它是20分 这个也不对 所以一样把它挡下来 有没有 把它清空 它输入正确的 好 那或者是说呢 它还有最后一种 就是如果填的不是数字 而是非数字的话 比如填一个什么 AA这样子 那不对啊 这成绩怎么可以填 那个非数字 要把它挡下来 有没有 请输入阿拉伯数字 诶 挡下来 也就是说 这边的话 你可以做很多的逻辑判断 就是说将来呢 假如你要让人家输入一些东西的话 客户端也好 业务端也好 反正前面它输入 那你就应该怎么 先在前头 源头的地方先把关 也就是说不要让它输入一些不应该输入的资料 那这样的好处就是你将来也就不需要再花时间去检查你这个资料里面有没有错误了 OK 所以后面我发现很多人后面要剪成 就是说要做的动作其实都跟刚开始输入就有问题而造成的错误了 所以如果这些都已经去个OK的话 那当然新增也应该就不会有问题了 就填上去了 OK 那当然最后的话呢 应该理论上就差不多 大概有几个地方可以再更好 比如说刚刚讲的这个地方 如果 如果我假设 修论完之后的话 OK 然后呢 最好是怎么办 可以直接就Enter Enter 直接这边Enter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地方可以再把它再加 就是一个效果 可是问题我要如何可以 当我按一下这边 Enter自动就执行按钮这个新增 我就不用再多一个动作的话 这样感觉好像会更流畅 不过当然这个是锦上添花 不做好像也不影响 但是做了会更好 OK 所以这个地方 如何把游标停在这边 自动转换成按按钮这个动作 OK 第一个也许可以再加墙 不过永远 城市永远写不完 因为还有第二个感觉 好像这个底下的那个框线 好像 如果可以自动再把那个框线画出来的话 那会更好 对 所以在补墙 大概就差不多了 其他的话我想 你就尽量把该做的效果做出来 我想应该就够用了 这样的好处就是将来 人家给你的资料永远都是正确的 你就不用再花时间去检查那个错误了 我觉得表单设计这部分其实还蛮好用的 那当然呢 而且未来其实不止一个表单 你将来可以跨很多表单 然后可以做很多的应用 这个我想复杂的话 甚至可以写个进销存系统都没有问题 写一个 你反正只要做电子化流程也都没有问题 现在很多的公司单位都需要就是说 以后就不要用纸本 全部都用电脑化 那当然你可以用表单来完成 OK 所以请各位试着把那个 上个礼拜刚刚讲的东西 其实都云端上面都有 这个 User Phone Show 这个上个礼拜的程式 上礼拜的程式 丢公式 刚刚讲的东西都在这里 其实当然 如果你不会写 至少你复制贴上这种会吧 OK 不过当然尽量还是贴完之后 自己再重做一遍 那影片部分的话 底下这边其实都有 OK 相关的东西 然后逻辑判断 影片的部分这边也有了 所以你回去细节部分可以再把它看一下 待会我们再补强 刚刚讲的这两个问题 这一个跟画框线 那大概这一题大概就差不多了 我们就要再往前推进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上个礼拜的那个表单设计部分 再重点回顾一下 OK 那尽量呢 如果可以 可以找相关 类似的案例 可以试做看看吧 我想身边应该 不乏有 只要 你有输入资料的需求的话 那其实都有必要可以 都有 必要可以把它变成一个表单 这样的好处当然未来 你就不用再用纸本作业 因为纸本 你会办法 写完这一堆东西 你将来 要再做后续的处理 还是需要人工再输入 也是太浪费了 所以干脆 你就一劳永逸的话 其实可以做成表单 然后另外 那未来 甚至你要做报表 你要把这个资料做整理 或者做查询 做各种 这个后续的延伸性 就会比原来你不是电子化 其实会差蛮多 如果你纸本 你要查 用人工查 光查一个东西 你就查半天了 OK 然后 而且有的时候 纸本 我发现还是有很多单位 还是用纸本 其实二十几年前 很多单位就开始在做 这个电子化 不过这个东西 其实要怎么做 我觉得 也许可以用这种方式 像 之前带小朋友去看眼科 眼科 居然他们的病例 居然都没有电子化 哇 满满的 一整柜全部都是 病人的病例 我都觉得 有很匪夷所思 为什么 因为 那个说要找 也是非常难找 那为什么不把它 全部干脆把它电脑化就可以了 当然如果小诊所 比如小单位 用这种就OK了 而且找起来也方便 你要备份也方便 像这种东西 你要备份 哪里都可以备份 不见得一定只能放同一台电脑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试看 OK 然后待会我们把刚刚 那两个问题解决 那这一题大概就差不多 那我们再来就要 往前再看一下其他的范例 好 好